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婆 刚刚和老弟吃完早餐 他还在里面继续吃 我先在这里等下他 待会他吃完早餐就要回去了 因为他也来这里几天了 也有一点收获 也挺高兴的 我也在这里等下他和他聊夏天 再收拾他 吃完啊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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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要走路途远 在路上不好吃饭吃东西 好 两个冬天 今天早上不下雨 你看好冷的 这个天啊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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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回去以后啊 你又经常和这女孩子 通通通都看你了 回去也和你父母讲一下 你父母本来也是高兴了 昨天晚上已经 跟她们一起去业会了一下 感觉也满爽的来了 然后我也跟我父母聊了一下 所以晚上就看我的意见 也不开心了 也不开心了 你要主动一点 这女孩子啊 男孩子要大胆的 算你还是可以 但是你讲话 有点分聊 又来人又刚讲讲话 也不是很大心的 所以这一点做得很好 以前我都帮她们很多人介绍 就是因为内向 不爱讲话 也不爱交流 我教她们怎么去 到时候 到去的时候 看见人家的父母和女孩 他们就害羞了 就讲不出话了 是吧 我觉得你的表现还蛮好的 就是这样 一般老人呢 都喜欢这个男孩子嘛 孝敬父母 真敬父母 是吧 就像有些看见父母 怕的都不敢教 不敢做春夫 是不是 如果这样 你怎么能钱 你别人也身体有因因素 这样 我怎么把我的女儿 交给你一生 是吧 让你保护她 所以 你做得也蛮好的 这个女孩就看你的 你喜欢 你就会按你的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也祝福你们 放心吧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出去聊 做了大概了解 对她 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这次的话 我会加倍努力 因为 我感觉她就是那种 我要找的那种女孩子 所以我对她的话 印象现在也比较好 要找对人了 你等的人 就是她 我看你们两个挺像的 有一点性格 这个女孩 化育的比你一家人 这个女孩还可以 也通诚打理 对 就是她同意才行 你们两个 双方同意才行 对 对 也看能不能远方 如果昨天晚上 很了解 然后的话 感觉这个 小姑娘还是有一点点的 性格比较刚烈一点点的 她很会行 嗯 嗯 也要多多包含 她 她 这这女孩子嘛 也有点小脾气 不过 我觉得她 嗯 她也是 目前打理的 敢说 敢恨敢爱的人 是吧 呵呵 她那种 小脾气的话 她也是蛮喜欢一点的 嗯 就是说有时候 刷一点小脾气这种的话 反正也是 小女孩的那种本性嘛 哈哈 你这样 讲啊 我也放声啦 你也懂得多多包含啊 我跟你讲啊 你要起码要记得 嗯 嗯 平时要多多沟通 问她问我 嗯 过节的时候 花一点 买点小礼物 礼物送给她 嗯 有什么事 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因为你私信 微信我 有时候我真的好忙 来你接 是吧 嗯 都是你一个人在家 还有去国地里 接狗 是吧 嗯 都是好忙啊 那 花姐的时间也不早啊 那我还准备回去了 嗯 嗯 那 那我去拿一只鸡 做一只鸡 给你回去 自己去吧 不要啦 拿你的锅 你收拾东西啊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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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给你拿回去 太可惜了 花姐 嘿嘿 我自己养的 也没有多少只了 我自己养的 比较好吃 都是放玉米和米汤 洗一下手 把这个白膜翻翻 等一下就拿 再上车吃 来 这一点 乱物 还有那个 哎呀你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给你拿回去 送给不抹啊 我都不得 你都不过来给你 你帮很多东西 这都是我自己在做的 我们冬瓜的嘛 有一点就是小意思也没什么 你说这些水果啊 都要是吧 那都走了 也赶时间 拿这个 拿这个 这个吃 这样一个 这个也是 拿后袋的装 开车去 开车过这里来 装一点 开车 开车过来装一点东西 来 还有 放那个 火在后面 太感谢你了 哎呀 这是 年糕 还有 还有粽子 我们的粽子 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的粽子很出品 哎 哎 哎 不用不用 拿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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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 我先煮你嘛 不是 一样 擦的太多了 这个 这一点 差多 这样 可以 不要 保鲜 这个锅 可以留一个月的样子 美国姐 我们来这么多天啊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不用不用 现在不能要这个钱 当时只有师傅 我是你姐来到这里玩 这就是我也不花什么钱 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水果 下次来的话 我再可以拿一个大楼花给你了 不用不用 等到结婚后再讲吧 那感谢你了 这些天都还要这么多天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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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 我也没有招待 我们就好走 好的好的 帮助你们身体健康 合家的生活 好好的 一身体要好的结婚 来来来 先慢点哦 到家 打个电话里 安静一条钱 到家里 打个电话里 自己要自己打 好的 拜拜 刚收走男孩 这位男孩还蛮懂事的 我希望牠们千手勤工 也祝福他们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老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老婆的视频请点赞 加关注哦 下期再见 拜拜